Hello大家好我是Vicky 今天的视频呢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这大半年以来吧 就是用的一些空瓶的东西 有很多就是我自己平时的那种 Holy Grail的东西 用完了一瓶又一瓶的 也有一些新尝试的东西 之前一直都没有跟大家分享 差不多算是我2019年 这一整年的一个空瓶剂的分享了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这两个有点点脏 我还是拿远一点 大家不要看到吧 这个是Orbit家的那个 护发素和洗发液 我买的是Signature这个系列 这是我用完的第一个大套 现在浴室里有另外一套 是去年的囤货 作为一个消耗品来讲 它们的价格确实已经非常高了 所以我现在用完 我浴室里的这一套之后 我可能想要尝试一些 别的洗发类的产品 这个呢我就可能先不会买了 但是它们是很好用的东西 自己觉得我自己在用的这段时间 把头发都比较好 其实它这个品牌整体的东西 我都挺喜欢的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洗护的系列太贵的话 给大家推荐他们家的那个发油 我去给你们拿来吧 等一下 这个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发油 如果你想要尝试他们家东西的话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 这个非常的好用 这一关应该是55块钱吧 但是你看我用了这么一年了 还有大概一半的样子 因为每次我洗完头 大概在它半干的时候 只用用到就是一个pump左右 像我头发线的这个长度 把它再抹进头发里就好了 我一般只抹发烧的部分 因为下面的头发比较偏干嘛 我头皮比较油 然后这个是Christophe Robin家的这个海盐洗发 我之前也推荐过了 我有没有洗得很干净 然后这个是我现在正在用的 已经快要用完了 我自己还有一罐囤着 我有看到有人说觉得它很难用 觉得用了它之后有一点点脱发 但是我自己是很喜欢 因为我自己真的是头油比较严重 那我也推荐给你的头皮真的很油的人 因为我自己也不是每天都洗头油的时候 会隔一天洗一次 那我就会把这个稍微挖一小坨 弄一点点水可以搓出比较丰富的泡沫 但是你不要太用力哦 因为它的海盐还是比较粗的 用完之后真的非常清爽 而且我有看有的人说就他们头发比较少 然后头顶比较塌的 用完了之后头发会蓬松 如果你的发质本身已经是那种比较细软发质的 然后又不是很爱出油的 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尝试了 或者如果你们想要尝试的话 可以买它小罐装的尝试一下 然后是这一个沐浴露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推荐过吧 这个就是京都的那个异季品牌 如果大家有去京都旅游的话 二年版三年版都有它的这样一个店 第一瓶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买的 我自己很喜欢 有的沐浴露是那种非常滋润的 你用完了之后皮肤会变得很滑 而且就像涂了lotion那种感觉的 有一种沐浴露是那种 你用了之后可以搓出身上的那种脏东西的 它就属于后面的这种香味和使用感 我自己都很喜欢 当然可能冬天了 大家都想要皮肤滋润一点 因为冬天皮肤比较干燥嘛 所以大家可以等夏天的时候再尝试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所以我夏天去的时候我又买了一瓶 但这个东西就比较扎实嘛 就是一瓶液体比较重 如果旅游你们箱子有重量的允许 或者你们正好去看到了 在京都的时候大家可以去逛这个店 应该是叫油机呀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们家很多那种小东西还蛮有趣的 我自己还很喜欢用的是 它的这个细油面纸 平时比较油嘛 然后我就会用 这个好像是芦荟的 当时应该买了好多个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放在我的电脑前面 有的时候下午看到自己脸很油的时候 我就会用一张 还蛮好用的 还有一个小东西 我刚才实在是找不到了就是它的一个箱体膏 我应该在vlog里面也跟大家提到过 香香的味道 还蛮不错的 如果大家去日本去京都旅游的话 可以去这家店逛一逛 接下来呢是flamingo的这一款 foaming shave gel 就是刮体毛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自己其实还一直没有太敢去尝试 就是雷射除毛这种的 这个呢是之前在target看到的一个新的品牌 它的display也很漂亮 它叫flamingo嘛 就火烈鸟 我本人也很喜欢火烈鸟 所以当时看到呢就尝试了一下 我还买了一个它的这个razer 我买的是这种橘黄色的 荧光尘 它还有另外两个颜色 这个我也很喜欢用 这品已经用完了 我有在看它的官网上面的介绍 它其实没有什么创新的科技 只是就是它自己本身是产品是cote free 因为它里面是富含有芦荟精华的 就用完了之后皮肤上面会很滑溜 会帮助你整个过程的进行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这个是我会回购的东西 接下来进入护肤的东西 第一个想跟大家说的呢 还是哈奇的这个蜂蜜卸妆 这个之前也是推荐过的了 然后这个是我这次去日本回购 然后又用完的一瓶了 然后我买的这个呢是cleansing milk 它还有一个配方是cleansing oil 因为我自己是混油皮 所以我没有尝试那一款 每次它会把这个妆绒得很干净 然后在乳化卸掉之后呢 也会觉得非常好 但是我知道就是有人说它比较容易制豆 是因为它里面的一个成分 精蜡醇乙基脊酸质 它是一个绞沙碗的替代 放在产品里面 它的功能就是乳化 因为它这个成分呢 是被分类在就是制豆风险这一行的 但是我看美丽修行上面 它也说了就是这个制豆风险呢 跟产品的配方用量 还有很多东西是相关的 而且会看它说就如果是清洁类的 比如说就是洁面乳啊 或者是在卸妆液里面含有的话 因为在脸上停留的时间比较短 而且我们会把它们再洗掉 所以大家是不用担心这个制豆风险的 我自己呢也是没有觉得 因为我本身其实有长一点那种生理豆 但是我没有觉得在我使用的过程中 它有加重我的豆豆的生长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还好 另外一个呢是我想要跟大家推荐的 这个虽然我还没有用完 是这个Atenir 中文应该是叫爱天然这个品牌 看起来有点像这种粘稠的油妆 但是实际上它在脸上非常好推开 然后我买的这个呢是没有香料添加的 我知道它有一款好像是有那种柑橘味的 但是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它这个没有味道的 我也是把它压两磅 然后整个涂全脸让它把脸上的妆啊 粉底啊不管什么东西溶掉 而且这个跟Hachi相比 这个的性价比很高 价格呢比较实惠一点 这个是之前我代购推荐给我的 后来呢我去日本的时候我又有囤货了 我在他们家的柜台还买了他们家的一个面膜 和他们家的眼霜 好像说这两个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眼霜我还没有用 但是面膜我有用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而且他们家整体来讲价格都不是特别的贵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了解一下 但是同样的它里面也有一个 也是乳化剂吧 制豆成分 聚干油 也有人说用了它好像会长闭口长痘痘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没有给我带来这方面的困扰 大家可以自己评判一下 然后看你要不要尝试这个产品 所以我就在想 其实我平时算是一个比较喜欢化妆的人 而且一般如果上妆的话都会稍微有一点点浓 我自己比较偏爱的是那种会乳化的 然后融在脸上的 不管是卸妆膏啊卸妆油啊卸妆乳这种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还可以在脸上按摩一下嘛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揉掉 我还蛮喜欢这种类型的卸妆产品 但是在看了这两个之后我就在想 是不是这种有乳化的都会有一点点制豆的风险 因为我自己一直长痘痘 所以我就想说要不要试一试就是那种比较水壮的卸妆 像贝德玛的卸妆啊 还有那个江源道的卸妆 对 所以我接下来可能准备试一试这种类型的卸妆 然后如果好用的话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就是香奈儿的眼唇卸 这个不多说了 就是每一次的空瓶剂里面都会出现它 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品牌 就是这个Nutera BC 应该是西班牙的那个牌子 这个酸石面霜还是我去年2018年的护肤Top10 这个就是又用完的两罐 完全都没有了 这个也是干干净净 我自己是觉得它非常的好吸收 感觉用了之后脸会变得滋润和紧致 然后也不会这种黏黏的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 但是后来我有同样混油皮的朋友 推荐给它我觉得很好用 结果它立马脸上就觉得很刺痛 然后可能有一点点过敏 它就赶快洗掉了 博特实际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用了是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它是有一点点混合偏敏感的皮肤 所以它用完了之后突然就觉得很敏感 它里面有那种防腐剂啊 还有香料 因为它自己本身有还是比较浓的一个香味的 虽然不是像很多贵妇品牌一样 那个味道非常的浓郁 但是它也是一个高端的那种贵妇品牌吧 所以我觉得这种品牌基本上味道都很浓 香精防腐剂这些东西 因为护肤品啊这些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说它就是paraben free 但是像这种里面它就有paraben 但是我觉得如果能避免的话 还是尽量避免 所以这个东西我近期可能不会回购了 但是我觉得像里面的这些化学原料吧 每个人的皮肤不一样 我自己用了之后呢 是觉得我的皮肤还挺喜欢的 如果你比较偏敏感的话 就不要碰类似的这种产品 另外一个也是它同系列的这个Diamond Extreme Eye 它是一个眼霜我这个也完全用完了 是这种按压泵的 它挤出来是那种乳白偏黄的颜色的 也是类似gel质地的 就用在眼睛上面就是凉凉的 然后也会有一定的消肿的功能 让你眼中呢看起来比较有精神一点 是我觉得好用的东西 但是并不是说有特别惊艳的效果 或者我最喜欢的眼霜 它不是 但是还不错 另外一个呢是他们家的一个算明星产品 就是当初我去买这个面霜的时候 给我介绍这个品牌的人 第一个给我介绍他们家的东西 就说这个是好莱坞明星 比如说要走红毯之前啊 会用的一个急救的面膜 它是有点那种透明粉紫色的胶体 然后涂上脸过20分钟之后 它就会沉膜 用上去的感觉有点像你把蛋清涂在脸上 然后整个脸就很紧绷 它就形成了一个那种很紧绷的膜 把你的脸这样提拉吧 轻轻的一撕就可以把它整个面膜接起来 我是觉得使用的感受还挺舒服的 如果我早上起来 我觉得我今天特别的肿 我想让我整个脸稍微提拉起来一点的话 我会用一下这个 而且用完了你把这个膜撕下来之后 它会让你的脸有一个光泽在的那种 当时那个人跟我讲 就是用这个面膜的时候 你是要在护肤了之后再涂这个 就不是你洗完脸 脸上干干的时候直接用 你要涂完面霜之类之后 然后再用这个 你把这个面膜撕掉之后 就不用再洗脸了 它会帮你把你之前用的所有的那些产品都锁在脸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这个是我买到的 在美国这边还比较火的一些产品 但是我在看小红书的时候 发现好像国内这个品牌最火的是一个清洁面膜 如果大家有用过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好不好用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Cell Cosmetics 锐盐 这个是被安娜阿姨种草的 这个呢是我当初想买就他们家很火的那个红土面膜 但是当时断货了 所以我就看他们家卖的好的另外一款面膜 就是这个anti stress mask 它现在好像已经换包装了 就不是这种罐子的 是那种一个tube状的 然后这个呢我还有一点点 但是眼霜呢我已经用完了 我先跟大家说这个眼霜吧 不是眼霜它是一个眼部的精华 它还有一款比这个更矮胖一点的是它的眼霜 但当时我没有一起买 我觉得它是我今年用到的 我觉得最好用的眼部产品 要不是因为我现在还有好几个眼霜的囤货 我真的很想要回购 它里面是有一个这样的按摩的头 一般有这种头的东西我都不太喜欢的 但是它的这个设计真的非常的舒服 因为它这个斜角嘛可能是我用过的最舒服的 而且它这样取的这个量可以刚刚好 按摩完了之后呢 整个眼部的肌肤会觉得非常的放松 而且也很冰冰凉凉的嘛 如果你有一点点那种浮肿 或者一点点黑眼圈的话 这个真的立竿建议非常的好用 而且它这个就是这种按压嘛 你也不用过挖 然后造成污染这样 下一个我要说的眼霜就是这种 这个应该怎么翻译 就是反压力 它这个面膜呢是那种比较厚的质地的 就涂在脸上还是会白白的 但是你涂了一会儿之后呢 这个白白的就会吸收 然后开始变得脸上亮亮的那种 我有的时候呢就是在皮肤状态特别不稳定的时候用一下 第二天呢就会觉得皮肤状态有一个回升 它最大的作用可能就是维稳吧 就是当你的皮肤屏障受到破坏损伤的时候 帮你把你皮肤稳定回来 那我可能接下来不会回购这个 我会比较想要尝试一下它的那个红土面膜 如果我买得到的话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日本的护肤品牌 叫做雅倩美 因为当初就是回国了 然后在旅游 然后倒时差 成都的夏天就非常的闷热 反而我就觉得我那段时间的皮肤有变得比较敏感 就不想要用太厚重的东西 它这个牌子应该是专门就是针对敏感肌肤设计的 它这个水我已经用完了 一点也不刺激 但是能够及时的滋润补水 它的这个GEL我还没有用完 然后它也是这种比较稀的GEL状的 非常的好吸收 用完了之后皮肤就是完全没有负担 因为我现在的护肤步骤呢 我有的时候会在我的就是T区 还有下巴用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产品 但是像我脸颊啊这些地方算是比较正常的肤质 我就只想要补水就够了 我就会在这些地方用 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这个品牌推荐给 25岁以下吧比较年轻一点的皮肤 因为它确实就没有别的一些比如抗老啊之类的功效 如果你是敏感皮的话可以买来尝试一下 这个是Cisley的一款眼霜 虽然好像只有15毫升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用了非常非常久 这个呢就是它配一套的一个眼部的按摩棒 脚脚在这里 这个棒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就是它是这样滚着按摩眼部周围的这个皮肤的 就这个我用完了 但这个我想留着用 我现在用别的眼霜 然后我还是会时不时的用这个按摩一下 它的那个膏体是那种白色很黏腻的那种眼霜 就像这种比较厚重的眼霜 其实一般不是我的喜欢的类型 但是因为它价格还是挺贵的嘛 所以我还是跪着把它用完了 而且我很不喜欢它这种就是开口的设计 亮的话呢我会用那种小挖勺去取它 但是有的时候就带着它去旅游没有办法 我就还是用手 用到后面我就觉得已经很恶心 就感觉好像都被我污染里面都是细菌 就有点不想用了 我觉得如果你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你可能不会喜欢这个 确实有一点太厚重了 但如果比如说你生活的地方比较干燥 或者你本身是干皮三十岁以上的话 我觉得也许你会喜欢它 然后我要说一下用完的两个截面 一个是POLA的这个黑BA 已经被我扭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La Prairie家的这一款截面 这两款截面吧 我比较想要说一说 就是POLA的这个黑BA 我觉得它是我心目中 POLA家适合我用的唯一的好用的东西 就是这个截面 其他的POLA家的东西 我觉得都比较适合熟灵机的偏干皮 真的不太适合混合或者偏油的皮肤 我现在有在用它的眼霜 我也觉得非常的一般 然后之前我有一个干皮的姐姐 很推荐的一款他们家的面膜 那个泡沫的 我没有很喜欢 但它这个截面我是喜欢的 虽然它也是造肌的 但是它就是一小丢丢 真的一点点 就可以起很丰富的泡沫 然后会把脸洗得很干净 当然也是我自己的观点 也不一定正确 大家也不一定要听我说的 虽然它是造肌 自身脸上也很 小娇 小娇你干嘛 它就是很喜欢靠着你 靠着人这样 我很快就要说完了 但是它的小脑袋 它就靠着我吧 HOLA这款截面用完了之后是 清洁的很干净 但是脸上不会觉得很紧绷的一个截面 我自己其实还挺喜欢的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最后要说的是几个 Skin Sulico家的东西 其实我自己现在的台面上 还有一堆Skin Sulico的东西 这三个吧 是我现在基本上用完了的 我最早第一个 买Skin Sulico家的东西 就是用的这个紫米精华 我还记得当时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我这个还有一点点 有点恶心吧 可能拿出来的时候有点被它吓到 因为它这个液体真的非常的浓稠 但是我当时用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被惊艳到 虽然它很浓稠吧 但是你涂上脸了之后 仿佛可以听到它 嗖嗖嗖在脸上吸收的那个声音 因为当时我是用在法令纹两边的嘛 然后当时用完就觉得好像整个皮肤有膨起来 好一点这样 但是我觉得都是假象 法令纹应该形成了 如果你不是用医美的手段 是不可能让它就是消失的 它干了之后并没有那种黏黏亮亮的感觉 但是这个我也要吐槽的就是它用完了之后非常搓泥 所以我从来不会在早上用它然后上妆 我一般都是在晚上的时候睡觉了 然后把它点在脸上 就是局部有一些地方涂一涂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色修 也是大名鼎鼎的 里面是这种绿色的液体 我现在也还有一瓶正在用可以帮助你就是击退你的痘印啊 黑色素的沉淀啊 也是舒缓你的皮肤 就像我下巴长痘痘嘛 我有的时候会专门低一点在下巴让它稍微退下红 而且其实我自己买的呢是这个Corrective Gel 应该是它比较弱一点的版本 它有一个专门的比较浓一点的版本 我准备在我用完我现在还在用的这个Gel之后去尝试它就是真正的色修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效果 另外当时我还买了就是色修的这个面膜 已经见底了 可能最多还可以敷一次 下面大面积长痘 或者是我去做的脸 然后挑了痘痘 有很多那种红肿的痘痘或者痘疤的时候 我会回来全脸敷一个这个 它有点那种薄荷风油精的味道 有一点点啊 敷在脸上也是很凉凉的感觉 比较镇静的作用吧 但是我自己比较 我觉得做完脸之后 想要修复整个脸的那种红肿 我其实觉得像我之前买的国产的那个叫什么 可富美 我觉得那个效果比这个还要更好一点 所以这个面膜我应该不想要回购了 最近呢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护肤品 所以呢就先把今年用到的一些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分享 如果你们今年2019年也有用到什么非常好用的东西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好那么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